二十年前,一部名为《赌神》的电影刚横空出世,就在整个亚洲掀起了一片疯狂热潮,而 自从多年前,《赌神》在公海上和曾经成一战层命之后,便彻底退出了赌谈。 和自己的新婚妻子阿柔在法国定居,他本想平静地度过后半生,可一旦踏足江湖,想全身而退,岂会那么容易? 靠赌博发家的朱老先生想成立一个儿童基金会,并打算将16亿美元的基金全部交给高进打理。 有些23个小弟在这对付高进,这时阿柔突然打开窗户喊了声救命,高进和龙武立马从暗道里走了上去。 一番激烈的强战后,高进和龙武在走廊里碰头。 二人一打开门,发现阿柔正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,高进赶紧冲出去将他抱在怀里。 阿柔还残存着一口气息,将杀人凶手的名字告诉了高进。 高进看着玻璃瓶里装着的胎儿,恨不得将求孝师千刀万剐,可阿柔不想让他为自己报仇,还让他一年之内不准承认自己是赌神,更不能跟任何人赌博。 阿柔就是想让高进不要再陷入江湖的纷争中,不过呢,如果过了一年还是放不下仇恨,那你就可以去报仇。 高进答应了阿柔最后的请求,随后高进故意放了那个小弟,为阿柔举办葬礼之后,高进就回到国内四处旅游,希望以此来了缺自己心里的仇恨。 可杀子杀妻之仇,哪会那么容易消除,时间越久,心中的仇恨就越深,这一天高进和海边拍照时,一个女孩闯进她的镜头里。 海棠非要将她的相机抢过来看一看,就在俩人即将产生争执之际,海棠的父亲海岸走了过来,他身为东湖帮的老boss,一点架子都没有,还请高进帮她拍了一张全家服,高进也是很爽快的同意了。 这是一个小弟走过来告诉海岸,游艇准备好了,海岸立马打赏了几张美金给阿军,谁知阿军竟是老球的人,老球是东湖帮的二把手,这些年来一直被海岸打压,于是阿军就私自做好了打算,打算几点晚上,送海岸一架直接归西。 如此一来,老球就能坐上东湖帮第一把交椅,到时候他也不会亏待自己是一个功臣,此时海岸不知道危险将近,还将高进也请上了游艇。 听到东湖帮时高进明显愣了一下,但想想老球的所作所为也不关海岸的事,于是假装就没有听过东湖帮,此时阿军已经带人潜伏在水里,一上船就用鱼枪打了海岸。 高进和其中一个小老弟打斗时,不小心掉进海里,以后另一个小弟用鱼枪打中了他,那小弟本想游过来补一刀。 此时局长带人搜到这里,好在旅馆有一条密道,几日从密道撩人了,谁知走到一半,瑶瑶却不小心踩到了捕兽夹。 为了节省时间,高进决定背着他走,鸡哥则折返回去引开警察,不料却被一张大网网住了,其他四个人则逃到一片芦苇丛中。 趴在高进的背上时,瑶瑶无意间发现她背影很像堵神,便一瞬间陶醉在她的背上。 随后几个人淘进了一个村子里,警察已经追了上来,随着瑶瑶的照片掉了,她说什么都要回去捡,高进只好背着她折返回去。 还好警察没看到他们,小喇叭却差点被追上,好在使用一招壁虎神功躲过了追击,即使楼上有人压着海远露了个面,随后老球疯狂的吃笑的走了过来。 看到这个杀妻仇人瞬间,高进恨得牙关都咬紧了,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。 小喇叭发现高进有点不对劲。 高进答应,妻子一年之期还有两天,老球不要脸的让海棠跟了自己,这样一来他们在台湾可以说是无敌的,可海棠却只想让他忘了自己的弟弟。 我这赌场有个规矩,你跟我赌三场,只要能赢两场就听你的。 海棠同意和他赌,第一局赌的是经典的21点,海棠拿到21点,成功赢第一轮,第二轮赌轮盘,海棠脱掉自己的外套露出火辣身材,看那小喇叭筐喷喷鼻血,此刻小喇叭觉得自己爱上海棠了,谁能投出自己爆出的点数就算赢。 随着海棠投出钢猪时,被老球暗算了,虽然老球这么做不光彩,但这一轮还是老球影。 老球爽快的同意了,可在他摊牌之后,高进走进来告诉小喇叭海棠必输,因为黑桃ACE已经在老球的袖子里了,这是唯一能换掉高进手中牌的人。 老球起初有点不太相信张宝成,就在张宝成给他表演了一通魔术后,老球彻底服了。 而张宝成的条件很简单,待他赢了高进后,给自己5000万美金。 为了验证小喇叭究竟是不是赌神,老球特意把陈京成交到台湾,并让他去酒店拜访几人。 高进还以为他们要暴露了,陈京成静止走向小喇叭,正当高进不明所以时,他将将他们叫进房间,提醒他们快点,因为老球已经令杀手将酒店包围了。 不管里面的人是不是赌神,都得死。 高进想不通陈京成为什么要帮他们,随后陈京成脱掉自己外套,高进一看整个人都震惊了。 原来老球是个疯子,他不断的和陈京成赌,陈京成输光了家产之后,他砍了其双手,曾经一戴赌膜变成这样一个废人。 这时突然传来两声枪响,有点杀手在陈京成衣服里装了气听器。 当听到金城将老球的所作所为抖出来后,便将他暗撒了,随后杀手冲了进来。 除高进之外,其他人吓得到处逃窜,局长更是激烈的伪装成铜像。 高进则和杀手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,好在关键时刻,龙武及时赶到救了他们。 很快,杀手就被高进和龙武联手消灭了,可瑶瑶不幸中了一枪。 得知高进就在赌森本人后,瑶瑶安详地看着她背影死了。 高进说不清自己对瑶瑶什么感情,但似乎她心动过的女孩都没什么好下场。 瑶瑶的死在高进的心头贴了一道伤痕,很快,三天之期就到了。 高进和老球的赌局拉开了帷幕,各路记者和名人将现场围的水泄不通。 进场时,人人通过金属探测仪的检测,老球很鸡贼地藏了一把全磁字的枪。 然后俩人都吃了点赛线甜品压压惊,高进抬手就是ACE,谁知他直接弃牌了,一连几轮高进都这样。 不管拿到什么牌都弃,老球也看不懂他的操作,确实高进打得心理赞。 这么做的目的让老球以为自己狠菜,从而放松心理防备。 但高进赌神名声在外,老球依旧没能掉以轻心。 这次高进起手黑桃ACE,再弃牌说不过去了,向着人生的叫了500万,老球自然跟。 发牌到第四张时,二日已经叫到9000万,这时老球点了一个人眼,只见高进的底牌动了一下。 老球抬头看了一眼楼上的张宝成,他知道这把稳了。 谁知最后关键时刻,高进再次弃牌,这一波操作吧,再好,我会赢过来。 下一局开始时,他怕高进数不起,叫了一万,他的都是大牌,高进都是小牌,脚喇叭以为没得玩了。 谁知这一轮高进却一直在跟,他看都是高进不在优势,可俩人把堵住叫到两额翼。 老球发了一张红心10,高进发了一张红心5,二人都有可能他同化顺,最后看谁能拿到红心ACE。 高进居然堵上自己所有的财产,包括几栋房子,总价值15亿美金。 为了确保他手里的文件真值15亿,两个人决定暂时封牌,请专家出来雇价。 老球呢趁机将两枚子弹放口袋里,点了一个烟,张宝成在楼上坐着手脚,高进的底牌随之动了一下,老球知道这把妥了。 使着高进坐下来又加码了。 坐在台下的局长担心不已,他觉得高进废了,于是就为其规划好了未来的职业。 搞不好以后赌谁要去干按摩的了? 我是帮他想以后的出路。 这时,老球翻开自己的底牌一张红心9,高进只有一个机会能赢的,就是拿到一张红心ACE。 只见高进的表情凝重翻出自己底牌,与此同时,老球给左底下将子弹偷偷上好。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,高进翻出了一张红心ACE。 老球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,张宝成居然没有把他底牌换掉。 你以为在上面的张宝成帮你换了我的牌? 原来张宝成和高进是好友,高进终于为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报了仇。 该,网吧毒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